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地加强两国之间的共同合作 欧尔班维克多预祝这位上任的新同事能够安稳 并且成功地在其以后的生涯中胜任其工作 埃莎尼亚副总理在加尔莫罗会修代院中接见了欧尔班维克多 埃莎尼亚保守人民党派主席马尔特·荷尔梅 尤其是通过反移民的政策而变得强大 在春季大选之后 在其历史上是首次进入埃莎尼亚联合政府 国务秘书诺瓦克卡塔林同这位政要进行了会谈 两国都正在通过家庭友好的政策解决人口的问题 埃莎尼亚内政部长在布达佩斯与负责家庭与青年事务的国务秘书 诺瓦克卡塔林会面后表示 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扩大我们的合作 不仅是两国之间 而且还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维谢格拉德国家之间的合作 马尔特·荷尔梅补充道 合作的基石应该是家庭、文化、国家语言和主权 负责家庭与青年事务的国务秘书表示 匈牙利和埃莎尼亚的共同目标都是通过民族国家 使欧洲变得强大 埃莎尼亚和匈牙利存在严重的人口挑战 甚至整个欧洲也是如此 埃莎尼亚就如匈牙利一样 通过强大的家庭补助政策面对这项挑战 周一 亲民盟主席欧尔班维克多 在加尔·莫罗会修道院 接待了埃莎尼亚内政部长 埃莎尼亚保守党人民党主席 他们还讨论了对国家的尊重 基督教文化的保护 边境保护和反对移民的斗争 双方同意有必要收紧移民政策 并支持欧洲家庭应对人口挑战 国内的大巴生产将会继续增加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政府将会资助大约1300辆 环境友好绿色大巴的生产 该项目中 人口超过28000人的城市 以及当地的公务交通群体 能够报名参与 沙尔格塔尔亚第一链电动大巴 于4月份投入使用 其大巴在科马罗姆 由中国的比亚迪公司生长 12米长的巴士 通过一次的充电 可以行驶250多公里 同时不排放任何污染气体 在过去几年多座 大城镇中开始了大巴队的更换 负责能源事务的国务秘书公布 政府在第一轮支持近1300辆的环保 也就是天然气或电动大巴的购买 卡戴尔亚克·彼得表示 25000人以上的区政府 以及当地交通公司 可以参与羡慕之中 负责经济战略的国务秘书表示 除了环保以外 国家大巴战略的目的是 松亚里街道上出现越来越多 生产于本国的大巴 周尔吉·拉斯楼表示 松亚里有许多企业 有能力生产绿色大巴 我们计算四个大巴生产商 他们以高幅价值进行生产 过时的大巴的更换 在今年通过一个事列程序开始 通过已参与该项目中的 区政府的经验 在明年开始第一次的竞标 项目的初级时 购买天然气动力的车辆时 还可以申请资助 但从2022年开始 政府只为购买电动大巴提供补助 欧洲最大的霍尔托巴基野生动物保护区向游客开放 普世野马最初发现于亚洲 中国 哈萨克斯坦 蒙古和法国的一些地区 但曾经从大自然中灭绝 世界的最后一批野马 被纳入BNV灭绝物种的保护方案 7月13日和14日 以霍尔托巴基的马日项目为主题 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前来观看 这稀有的物种 以高贵的事物为主题 在吉尔开展了一个 以日本、意大利和区亚利的艺术展 该展览由平行艺术 集结会和洛摩福洛 李斯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共同举办 参展艺术家正在寻找 极简主义和精致的作品 以及对传统技术的现代化诠释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